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报告 资料来源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加拿大沃泰华时间5月6号9点32分 北京时间5月6号21点32分 加拿大确诊病例63,281例 加拿大死亡病例4,190例 加拿大沃泰华时间5月5号9点32分 至5月6号9点32分 加拿大新增确诊病例1324例 加拿大新增死亡病例187例 加拿大沃泰华时间5月5号9点32分 至5月6号9点32分 加拿大疫情减频 加拿大新增确诊病例和新增死亡病例 较昨天都有所下降 新增确诊病例下降了56例 新增死亡病例下降了6例 我周一到周五下午更新视频 欢迎大家订阅 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这样您就可以接收到新视频发布的通知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